早就被市府督发处列为围楼的 一一路和新四路口的老屋 在花莲强震后发生坍塌 为了保障路过人车的安全 市府展现效率连夜拆除完毕 那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地震 那个显然就不安全了 那所以我们就积极的来把它拆除 那可以做新的来规划 我觉得新的规划一定可以对地主跟屋主 创造新的价值的 这个也是我们基隆市很多地方的写照 不止这里 有44年屋邻的仁爱区联宏社区 在地震后钢筋裸露更加严重 住户相当担忧 市长谢国良到场会刊关心 指示都发处将联宏社区列为优先都根标的 由于基隆的都根专案办公室将在4月底成立 市长谢国良有着很深的期许 强调都根是基隆未来要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期盼改善老旧房屋问题 为民众来打造安全的居住环境 这个也是基隆市未来要发展的 我们的都根办公室也即将将成立 就会针对一些老旧的房屋以及市中心 需要更新的一些地点来做积极的来更新 大家也希望可以透过都根来创造更新的房子 打造更安全的居住空间 所以我想都根对民众来说 过去可能基隆市的房价很低 所以大家觉得可能不值得都根 当然大家都可以看到 基隆市未来也是一直在升职当中 基隆市的价值 基隆市的房屋 基隆市的土地 所以这个就会让都根产生更多的一个立基 更可行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会积极的协调更多的屋主 在都根办公室的努力之下 把更多的老旧区块老旧房屋 来积极的进行更新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